记者黄佳麟高雄报道,家住美农农度里的前姓母子,一家三口都是经账,日前社工放置时,意外发现前家儿子,36岁,死在家中床上已超过七天,这七天来,母姐两人还跟弟弟同寄一张床,完全不晓得弟弟已经过世,警方获报赶往处理,并联络社服单位接手处理。 西山境分局龙渡派出所张秋学松表示,前家三口都有领身心障碍,现无工作能力,平时甚少跟人往来,前家的父亲十多年前也是死在家中多日无人闻问,没想到儿子也步上父亲悲惨的后尘,令人感到鼻酸。 据了解,前家女儿,39岁,虽然也领有身心障碍手册,但生活自我照顾能力还不错,会煮一些简单的食物给妈妈和弟弟吃。 平时亲友和社服机构都会拿一些爱心物资给前家主食,但没想到八月中旬高雄下起大好雨,一连下了好多天,亲友和社工没去关心,前家就出了意外。 邱学松指出,前家弟弟平时只要陌生人来家里访时,就会大吼大叫,社工也很习惯,但当天社工访制时,弟弟没有出现也没出生,社工问姐姐弟弟在哪,姐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 社工进入前家一看,警觉前家弟弟已经死在床上。 检警相验后,判定前家弟弟是自然死亡,不是受虐或饿死,但因前家母女无力出力后事,警方与社服单位合力送前家弟弟最后一程,但因前家母女俩没有工作能力。 目前警方除持续关心外,更通报社服机构接手处置,避免前家母女再遇不幸。